天南警方巡邏發現前方這台銀色轎車 懸掛失竊車牌 趁著路口停等紅燈 通人騎著警用機車趕來支援 前後包抄 沒想到車內兩名男子打開車門 一左一右落跑 遠景分頭抓人 開車 省心男子跑了約30公尺 企圖躲到附近民宅 跑到鞋子都掉了 被警方壓制 而副駕駛座 蔡姓男子往前跑也被帶 兩人突然開車門落跑 車子打在低檔 往前把警用機車給撞倒 而當下車內還有另外一名 年僅17歲理性男子 自己乖乖下車 趴在地上接受盤查 趁著該車停等紅燈 時上前包抄 車內前座的省信 蔡信兩名男子 也立即開啟車門分頭逃逸 並與遠景展開街頭追逐站 開車省信男子21歲 有未造文書 以及妨害自由遭通器 開著懸掛失竊車牌的進口車 在18歲以及17歲朋友 到市區遊玩準備回家 被警方鎖定 兩人下車落跑被逮 警方隨後也在車內背包 找到了空氣手槍 折疊刀跟水果刀 以及毒品粉末 另外在副駕駛座 理性男子背包 更搜出了改造子彈時刻 三人被帶回 其中兩人經過尿液檢驗 呈現陽性反應 分別被以毒品切到 槍暴彈藥移送 另外衝撞警車 還涉嫌了罰害公務 三人借被移送法班 三星網稍微投訴周泰的報導